所以 我们接着来读 出外记忆的后半 民宿记 甚至读到 立位记 然后再来读民宿记 生命记 都会不断地讲到 诫命 讲到律律 讲到典章 请弟兄姊妹 千万不要觉得 这是旧约圣经的事情 为什么 神要让他的百姓 成为圣洁的国民 就是你们遵守这些 你们就会圣洁 就像每一个国家的法令 你遵守法令 你就没有犯罪 没有犯这个国家的罪 而我们没有 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律律典章 我们就没有得罪神 而没有得罪神 就是圣洁的 虽然这些是旧约的时代的事 但是 耶稣基督 来到地上的时候 他说 我来不是要 废掉律法和先知 我来是要什么 是要成全 也就是 耶稣来并不是叫我们不要再遵行 这些诫命律律典章 而是耶稣来 他拯救我们之后 让我们可以遵行 这就是在先知书上所说的 过去 他们的律法是写在石板上 那现在 重生的人 律法是写在新板上 借着圣灵 写在新板上 为什么 因为当神 借着圣灵重生我们 神就借着祂的圣灵 住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里面就有天上的生命 而这个天上的生命 是把天上的这些 诫命律律典章 都放在那个生命的里面 我们发现 人生在这地上 许多的时候你没有教他 人的天性 他还是会显出来的 我们就发现 恩光还很可爱 但还是个小罪人 对不对 我们的孩子从小 一开始我们都觉得好可爱 但是那罪恶的天性 就会慢慢冒出来 也不用教他 为什么 那有罪恶的天性 因为他在罪内里生的 所以当天上的性情 生命在我们里面 我们重生以后 那个生命的性情 就自然的会开始发展 所以小圣人就会慢慢的出现 而当这生命继续的成长的时候 那个神圣的部分 会不断的加添 所以这也是 我们一直为我们的孩子祷告 就是让他们真的遇见神 心归向神 然后追求神 我们就放心 因为那天上的那一份起来 他就是圣洁的国民 你不用一直去催他 你要圣洁 他里面就自然会渴望圣洁 而且有能力圣洁 而这样的生命 是神非常喜悦 住在他里面的生命 这就是一首歌 可能待会我们有时间 我们再来唱他 这一首歌 愿我的心成为你圣灵的圣殿 愿我的灵感到你拥抱的温暖 因为神在我的里面 当然可以感到他拥抱的温暖 愿我成为一个圣洁的居所 让你怎么样 乐意居住 让你很喜欢来住 而且呢 让你住的快乐 让神喜欢住在我们中间 而且住的快乐 以至于那真的是极大的祝福 弟兄姐妹 我们的神说他喜欢跟我们同住 如果我们也喜欢让他同住 而且让他 我们也在乎他是不是住的快乐 我相信这是很美的事情 我们家这一段时间一直住很多人 我相信人多人少是一回事 大家住的快乐是一回事 你阿们吗 我们家无论两个三个 我喜欢你跟我住 我也喜欢跟你一起住 我们都住的快乐 那是何等的美好 神喜欢跟我们住 我们也喜欢他来住 而且让神跟我们住的快乐 那是何等的美好 他是神 而我们的神 而我们的神本来就喜欢跟我们住 问题是我们喜不喜欢他跟我们住 问题是我们让他跟我们住 他住的快乐吗 所以 我们再来读这些戒命律律典章的时候 神愿我们不要觉得 这些是过去的吩咐 当然在心略时代 神对这些应用 有一些是 主要是抓住那个原则 而不是那个细节 而不是那个细节 但是 什么是最重要的原则呢 最重要的原则是 神喜欢与我们同住 最重要的原则是 我们喜不喜欢他同住 我们让神跟我们住的快乐吗 以至于他会喜欢 一直在我们当中吗 那你说 牧师 那旧约的时候 他们造会幕 后来所罗门盖的圣殿 那今天圣所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 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 第十八节到二十节 你们要逃避隐行 人所犯的无论什么 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 我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 就是圣灵的殿吗 这圣灵是从神而来 住在你们里头的 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 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他说你们要逃避隐行 从圣经的角度什么叫做隐行 特别是身体的淫乱 就是在婚姻以外的性关系都叫做隐行 包括结婚前的 包括结婚前的 包括结婚外的 包括外遇 都是隐行 那他说 我们要格外的保守 为什么 因为 许多的罪 都是在身子以外 可是 淫乱的罪是在身子里面 而我们这个身子是什么 我们这个身子就是圣所 就是圣灵的殿 当神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以后 神的圣灵是住在我们的心灵里面 所以我们的身体成为圣所 因此我们要好好的保守我们的身体的清洁 圣洁 以至于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祂会喜悦 祂会快乐 这也就是为什么 当我们进到神的宝座前的时候 我们里面会格外感觉到 饱足温馨 因为其实 从某一个角度 至圣所是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我们在那里与神亲近的时候 好像神不只在我们外面 也在我们里面 这是 有许多人 他们被教导追求内在生活 很多人说你要追求里面的耶稣 因为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所以你要往里面去追求 有一些人听了就很糊涂了 甚至他们常常会问说 牧师 圣灵充满是从里面出来 还是从外面进去 按照圣经这样说是都有 为什么 因为神的灵在我们里面 所以有许多的时候 神的灵的工作 好像从里面带出来 但是当然也从 有一些人就经验 神的灵 灵到我是从上面浇灌下来 当然啦 为什么 因为神不只接着圣灵住在你里面 祂也还在你外面 祂如果只在你里面 那我们呢 我们不就没有了吗 是不是呢 因为祂是以灵的状态存在 所以祂可以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 祂又可以充满在天地当中 阿们 这就是祂的奇妙 所以许多的时候 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是 我们里面有感觉 外面也可以有感觉 有经历的 因为祂本来就在我们里面 也在我们外面 那圣经告诉我们说 在新约的时代 圣索是指着我们的身体 请你跟旁边人说 圣索是你的身体 是我们的身体 所以要好好保守我们这个身体 因此呢 我们的言语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行为 都要好好地保守 好让神住在我们里面 住得高兴 神也就很乐意跟我们同住 那当我们聚集的时候 有一些人会觉得说 那我自己单独追求也很好啊 没有错 可是当我们聚集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感觉是比较强烈 为什么 因为好像神的灵在他里面工作 也在你里面工作 旁边大家连在一起 好像神的灵充满在这个地方一样 所以你会感觉到 那种同在是更加的强烈 当然许多的时候 这样的强烈的同在 是可以带出一些 实际的属灵的影响 就像我刚刚提到 在加拿大 那一群弟兄姐妹 神的仆人他们聚在一起 甚至把加拿大整个政治都给扭软了 所以神就喜欢他的百姓聚在一起 就像柴火 你单独一块 很容易就熄灭 但是你一块一块加上去 它就不断地烧 而且烧得很旺 一块柴火即使全部烧 也不会脱旺 甚至也很快会熄掉 但是当很多柴火不断加上去 它不只烧得很旺 而且可以烧很久 因此呢 我们不只要保守自己的身体 我也圣愿地空准备了解一件事情 就是 我们现在在考虑健堂 礼拜堂 不是圣所 礼拜堂不是圣殿 我们的身体才是圣所 才是神的殿 那礼拜堂的功用是做什么 礼拜堂的功用是让神的百姓聚集 因为神的百姓需要 我们不只需要敬拜 我们需要学习 所以我们需要教育 我们需要有很多的活动的场所 一方面是为我们自己的需要 一方面是为着宣教的需要 为着关怀人的需要 宣教是一个很大的统称 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 中心 这是他们用来做宣教 那我们要怎么样盖 就是看神给我们 要来执行的那一部分 我们该怎么样子 来盖礼拜堂 但是讲到宣教 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中心 就是耶稣差遣门徒出去的时候 今天很多教会讲大使命 大使命耶稣是说 你们去做什么 是万民做我的门徒 那这些人被差遣去的是谁 是耶稣的门徒 他们已经是耶稣的门徒 然后去使人做门徒 这是大使命的中心 所以或许在教会 我们扮演不同的角色 有人很能够把别人 交朋友然后把人邀来教会 有人能够传福音 然后他信主 让他可以归向主 有人就很能造就他真理 让他在主里面成长 但是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要让他跟随耶稣 因此把人带进来了 我们也要跟随耶稣 不要让他跟随耶稣 跟到一半就发现 邀我来了 并没有要跟随 所以那以后我也跟他一样就好了 就来做做礼拜就好了 不用跟随耶稣 所以每一个人都应当跟随耶稣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这么强调 聚会要有神的同在 因为神的真实 在我们当中 我们才能好好认识他 我们才能够知道 他的道路 甚至因为我们亲近神 我们提到当他的生命涌流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 我们里面才会有力量 跟随耶稣 才会有力量 照着神所吩咐的去做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希伯来书告诉我们 不可以停止聚会 许多的时候 聚会看起来不怎么样 如果你每一个月 每一个礼拜都来 你可能会觉得习惯 但是 如果你没有聚会 你就会发现 你原先领受那一部分 很快就失去了 你很快就软弱 没有力量 所以 每一个礼拜来到神面前 向神敞开 是重要的事 那我们盖礼拜堂 就是为我们需要这个功用 所以我们盖礼拜堂 我们感谢神 这一次去加拿大 后来昨天在台湾 十几个小时 有一些弟兄姊妹 关心这个事 我就跟他们说 教会的一些进度 他们都觉得很感谢神 也很差异 奉献可以来得这么快 这么丰富 我们的感谢神就是 虽然我们没有一天到晚 吹赶快奉献赶快奉献 因为神告诉我们的就不适用这种方法 祂是告诉我们 我们会赚到 没有想过会赚的钱 我们会赚到 比以前想象更多的钱 这是神要供应我们的 我就告诉他们说 我们有大象部队 我们也有蚂蚁雄兵 大象部队是那种百万千万奉献的 蚂蚁雄兵是这个五块十块 一千两千五万十万 大家都不知道谁是怎么样 但是我们发现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从去年十二月底到现在 半年的时间 神供应我们三千多万 我相信 许多人不只奉献了 还乐意继续奉献 我相信这是神的恩典 我也相信没有一个人 觉得 这建堂的压力太大 我先换到别的教会 等到盖好了 我再回来 要不然把我们报告建堂的奉献 我们感谢神 奇妙的供应我们 但是 不管我们将来礼拜堂怎么盖 请弟兄姐妹 千万记得 那不是圣所 那不是圣殿 圣殿是我们 那个地方是因为 我们需要聚集 我们需要有场所来运用 所以 神吩咐我们盖 但是 有一个非常先决的条件 就是 这一群在里面的人 神喜欢与我们同在与否 就看我们 就看我们 在神面前的表现 如果 我们喜悦神 如果我们 照神的吩咐 成为 祭司的国度 喜欢侍奉神 成为圣洁的国民 他就会乐意 就会快乐的 与我们同住 而 不管是 小的地方 大的地方 不管是 租的 不管是我们自己盖的 如果没有神的同在 那都是空洞的 而 如果有神的同在 那就是美好的 那会不会有神的同在 关键就是在于 这一群 神的圣所 神借着祂的圣灵 居住的这些 神的百姓 是不是喜悦 祂与我们同住 是不是保守 在神的圣洁里 所以 求神是恩典给我们 我也相信 我们一直办退休会 不是因为恩友堂的 退休会就会好 而是因为 有一群人 可慕朝见神 一群人 神也很愿意见祂 所以 两相情愿 以至于 退休会可以很好 如果 我们没有想见神 那我们办退休会 那就是一件苦差事 办的人很苦 参加的人也很苦 神不是 只是 要求我们遵守律律 诫命 而是告诉我们 这对我们是最好的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认识 这位蛮有恩典 怜悯的神 以至于 我们从心灵的深处 喜悦 照着祂的诫命律律来行 那我们就会 一直有祂的同在 而且会很蒙福 这一次 美国的行程 加拿大的行程 其实我们一直有一个 顾虑 就是大卫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把他放在别人家 有孩子的家 他有伴 但是不容易 那他老跟着我们 那更不容易 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 老跟着 这个年龄比较大的爸爸妈妈 他在他们班 介绍他们家的状况 他们同学问他一件事说 为什么你们家的人 听起来年龄数目都这么大 那两个哥哥都二十几岁 但是神很恩待 非常的奇妙 祂很蒙福 我们也感谢神 神就是用祂奇妙的办法 做到我们根本没有想象 也不可能做到的事 兄姊妹 有神的同在 真的是很蒙福 我们感谢神 神喜悦住在我们中间 所以祂吩咐我们照圣所 那神会不会 住的快乐 以至于敞开天上地上 所有的福气 请到在我们身上 那就看我们 是不是 祭司的国度 是不是圣洁的国民 那我们的神很乐意 帮助我们 所以祂不只给我们 诫命 律律 典章 祂在新约的时代 更是 借着耶稣基督成全了这一切 就是把祂天上的生命 放在我们的里面 以至于 我们可以 不需要一定要跑到哪一个地方 而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就可以亲近祂 而且 我们也就可以依靠祂 我们里面 那个生命圣灵的大能 能够遵行祂的道 成为圣洁的国民 以至于祂喜欢住在我们当中 而我们 这一群人聚在一起 当祂的同在彰显的时候 我们就会感觉到 那个荣耀 那个奇妙 那个能力 那个恩典 那个怜悯 那个释放 那个生命改变的大能 真的充满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来唱一首诗歌 圣灵 我们仍然可以从心灵的深处 对祂说 愿我的心 成为你圣灵的圣殿 虽然这一首歌 我不晓得唱过多少次了 但是 我仍然愿意对你说 愿我的心 愿我的心成为你圣灵的圣殿 愿我的灵 可以感受到你拥抱的我 愿我成为一个圣洁的居所 好让你的圣灵乐意居住 让我可以更多认识你的荣耀 就像摩西 他一次一次的到神的面前倾定他 神也透过他 不断的彰显出他的大能 但他里面有一个渴望说 让我可以看见你的荣耀 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宝贝 就是这样的奇妙 愿神把这样的恩典 也加在我们的里面 以至于 在我们个人的追求 在教会的聚会 在退休会 甚至将来 新的礼拜堂盖好 我们搬到那个地方 我们可以说 愿我们可以更认识你的荣耀 因为你在我们中间 愿我心的声员 愿我心成为你生命的神殿 成为你生命的神殿 愿我心成为你生命的神殿 愿我成为一个圣前的君主 让你圣灵乐与君主 再一次让我们淡淡的对他说 愿我心成为你圣灵的圣前 愿我灵难道你永远的万方 愿我成为一个圣前的君主 让你圣灵乐与君主 祝我渴望 愿我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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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渴望 越过车 为一颗圣洁一举座 让祢圣灵 让祢寄出生 主我渴望 更热是祢荣耀 我要想祢 献上赞美的记忆 求祢在彼此 用圣灵充满 我们已经站起来 从头来对祂说 愿我心成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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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满这点 主我渴望更认识祢的荣耀 主我使得恩待祢的教会 恩待祢的教会 再来更新这样的心智 哦不管我们还要再唱多少次 让我们心里面就是可以真实的对祢说 主是的 我愿不成为祢圣灵的圣点 让我常感到祢拥抱的温暖 主啊祢的拥抱 总是我心中的渴望 是我心中的期待 哦是的 一次一次的拥抱 让我更爱慕靠近祢 为这缘故要保守在祢面前的清洁 好叫祢喜悦住在我的里面 哦是的 亲爱的主谢谢祢 祢喜悦住在我们中间 神爷我们也用同样的爱好 喜悦祢住在我们中间 是的无论我们在这里多久 或者我们又搬到哪一个地方 我们就喜悦祢住在我们中间 祢是我们的心灵最深的爱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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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欢迎你 爱慕你 我愿意再来更新 更新这爱慕你 我愿意再一次 有生命充满这天 愿我的心 成为你圣灵的圣殿 希望你 我愿意再来回来 可愿我愿意再来朝着 愿我的心成为你圣灵的圣殿 圣殿 愿我的耳朵里有法的温暖 圣殿 愿我的耳朵 圣殿 愿我的耳朵 圣殿 愿我的耳朵 我要想你 圣上的每一集 圣殿 愿我的耳朵 圣殿 愿我的耳朵 圣殿 愿你的荣耀充满你的天 主 谢谢你 愿你喜欢住在我们中间 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你住在我们中间 所以就求你帮助我们爱慕 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的身体 以至于你住的快乐 以至于你就更乐意在我们中间 以至于你的荣耀可以更大的展现 谢谢你 特别今天不能在我们中间的每一位 愿你让他们知道你喜悦与我们同处 与他们同处 让他们留意保守自己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 谢谢你 赞美你 所以特别在奉你的名祝福要来的退休会 让我们喜悦朝见你 向你喜悦看我们一样 以至于你就荣耀满同宅 你的大爱就在我们当中 让所有来的都满足都喜乐 就多爱慕你 也就愿意更爱你 听我们祷告 愿意我们的奉献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们仍然站立来领受神的祝福 来愿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上帝赐福给你们 保护你们 愿来脸上的光照你们 使恩惠给你们 愿来笑脸看你们 爱你们 赐平安给你们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的赐爱 常常借着圣灵的感动而充满 使你们领受祂的恩惠 而且恩上交恩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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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